明天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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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来见 让他进来 是 儿皇拜见父亲 拜见父皇 来啊 来来来 到爷爷这儿来 来来来来 最近你们听不听 父皇和母后的话呀 从小就要孝敬父皇和母后 我们听话 不光现在要听 将来长大了也有 永远要孝顺自己的父皇和母后 明白吗 明白 老臣先告退 诸太上皇 永享天伦之乐 是啊是啊 最近在读什么书啊 告诉爷爷 再学新的 哦 学新的 好 好好学啊 嗯 知道 哎呀 你们要经常来 爷爷想你们啊 好 爷爷这儿来也有好吃的 嗯 霓妃啊 我最近得了一块海兽的葡萄精 想想呢 你用最合适了 要不跟我去看看 好啊 我的那块啊 可是香精的海兽 我知道 可我那块啊 想都想不到 是什么样的 看看就知道了 哎 爷爷这儿啊 有好吃的糕 哎 一会儿让我给你拿来吃啊 哈哈哈哈 哎 我哎 哎 等等我 嘿嘿嘿 嘿嘿 嘿嘿 哎 哎 眼看呢 就要过年了 宴会上 我还能弹琵琶吗 啊 父皇这是什么意思 您的琵琶 天下有名 当然可以弹 我看哪 未必能弹 宫里边有乐迹 如果父皇愿意弹 再好不过了 我已经老朽了 如果真的要谈 有的人给面子 而有的人 就不一定了 嗯 嗯 不愿意弹 嗯 他没说过呀 会不会弹 不愿意弹 你也不愿意弹 不愿意弹 你不愿意弹 巫子 accompani 可我听说皇后要削减宫女 心里非常不痛苦 宫女必须削减 这么说是你二郎的意思了 我同意皇后但是皇后和我没有意思要削减父亲这里的宫女 这么说是我听错了 恐怕是传错了 你现在也是皇帝了 虽然不能饮酒也要练一练 如果碰到大的场面 也免不了要威风海量啊 父亲 我今天有钥匙跟您商量 我退为太上皇出了家事 别的事不必和我商量 还是要商量 父亲 当年您封王封功臣 后来听说很为难 是因为要赏赐觉得封得不公的人 现在我还要不要继续赏赐他们呢 是啊 我当初也是非常的为难啊 是 赏得少了吧 怕摆不平 赏得多了 你大概也知道 那库里不就少了吗 如果我不再赏赐他们了呢 只要你有本事摆平 那你就不要再赏赐他 不过我看难哪 我是想血腥疏远的 没有功劳的 我看他们都要降等级 不过这些人 都是父亲当年风雨的 我怕父亲爱颜面 所以 今天特别来请教 当年是我疯的 不过 我不会丢掉颜面的 恐怕你 要碰到麻烦了 父亲这么想 我就放心了 我就说到做到 你二郎一向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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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你宫里有个擅谈琵琶的人 拜见陛下太上皇 我听说你会繁旨奏贤 是 要为太上皇繁旨弹奏一曲 好啊 奏一曲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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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皇后 家里有人来接你吗 天哪 这要出宫了 是好事 你 领了赏千 你就好好上路吧 可是皇后 我舍不得 此后父母 早接良缘 早生鬼子 等到有一天 你 你们养了自己的孩子 一把屎一把尿 你的日子也就有了 家王后 走吧 大公 公要拿门 等便宜点 好 放箭 大公 停 射箭 无非是把箭射出去 击中目标 你们在这里 练习射箭 封和日历 征战的时候 情况 就不一样了 要骑马 奔走 到窝 随时 都要把箭射出去 我们要具备这样的能力 你 射 好 你们不要笑 箭靶 就是敌军的骑兵 你射不中它 它转眼之间 就会到你的面前 如果 你不能随时把箭射出去 危险呢 李武 陛下 陛下 草原十八部的信使到了 什么消息 杰力可汗 送马三千匹 羊一万只 一天以后就到长安了 告诉信使 马和羊都退回去 让他们将历年掳掠我们的人口 都还回来 陛下 我看 马和羊不妨都留下来 让他们把人口都送回来就行了 马和羊都退回去 让他们知道我们要人的诚意 不要让他们以为 我们贪婪他们的财物 现在我们要的是人口 是 陛下 不少大臣全都在说 按照内庭的律法 凡是把武器带到 皇帝居所的人 要处以绞刑呢 大家都很担心 现在这种情况 万一有人 哪怕 哪怕是失守 也会伤及陛下 后果可就难办了 你也这么认为吗 是 我 我也觉得 过于危险了 兵阁无情啊 陛下完全没有必要 在内庭教练功法 我看 还是小心为妙 我 我不让你们挖池塘 修园林 让你们专心致志地 练习骑马 格斗 射箭 现在 表面上看太平无事 实际上 草原十八部 随时都会来 我 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现在 我是你们的教头 草原十八部来了 我就是你们的统帅 你们 就是我的卫士 时刻 不能 有丝毫的懈怠 明白吗 明白 誓死 追随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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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钞 追随陛下 远拉 好 哦 陛下 陛下 我用了这么多年功 今天 我要听你说说什么是好功 陛下 能否让我看看陛下使用的弓箭 好 好 陛下的功可全都是硬功 不是每个人都能拉得开的 是啊 果然是名不虚传哪 今天算开了眼界了 陛下 这是您常用的功吗 是啊 打洛阳的时候我就用它 以降座来说 这不是 不是 你直说 恕我冒犯 这不是一张很好的功啊 陛下百发百中 功不好那怎么可能呢 陛下的功力超乎常人 也只有陛下用这张功 才能百发百中啊 那我要请教你 它为什么不是一张好功啊 陛下请看 功的力量在木制 立木的木制力量强 而且有韧性 射出的剑准不准 要看木纹 执不执 陛下请看这张功 木纹细拟直同天地 而且木纹间细均匀相当 这样 弹射力量才能均匀 所放出的剑才能不偏不倚 陛下 如果所有的功都用同样的木材 加上军事技巧娴熟 那么使用任何一张功 都会百发百中 如果用的功不同 很可能就会出现偏差呀 说得有道理 太上皇登基的时候 定武德为年号 现在我要知天下了 显然武德这个说法 在和平年间已经不妥了 陛下以为天又如何 这不大妥吧 这像是把责任都推给了上苍 关键是不能显示 陛下要治理天下的决心呢 我所指的上苍 乃宏大之上苍 混沌之穷苍 你说他混沌吗 有之则无 无之则有 但是万物生息 都要靠他护佑 天子乃上苍所赐 我大唐天下 也要靠这样的上苍来护佑 这有何不可呢 天佑 天佑是吧 可以用 但是 还是不能表达朕的心思 玄陵说得对 年号是 表现新政的一个途径 年号取好了 百姓就可以知道 我们朝廷的意愿了 迂训 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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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大家正在议论这个年号 你有什么想法 我不是没有想过 成为陛下的臣署之后 安抚河北 建议朝政 我有些感想 文王演绎 孔子座益传 一传说 天下之道 真观者也 这个真字 是中正的意思 这个观字 是显示的意思 所以真观 是显示中正 公子又说 正者正也 夫子的意思是说 以身作则 是政治的根本 陛下 我以为 真观显示中正 是治理天下的根本 应该是这样 所以我的建议是 新年号可否用真观 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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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啊 我以武平定天下 我喜欢用硬弓 到目前为止 死在我剑下的 有记录的 应该是 有一千多人吧 可是 今天工匠跟我说 陛下的功力量很大 但是扭力或偏左或偏右 常言说得好 师之毫厘 谬之千厘 这就是 功为什么用才要正 陛下的功力深厚 对自己的几张功 控制娴熟 所以才能百发百助 我们做功的人 要求张张都是一样的 这样 人人都可使用 到目前为止 有两个人 跟我说 忠正的道理 好 说得好 就用真观吧 你们看哪 是 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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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静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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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快点快点 在长安待久了 这辆车谁都认识 这辆车谁都认识 李莫直言啊 快包装了 玉池静德贴歪了 把玉池静德贴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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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贴歪了 玉池静德贴歪了 贴歪了 什么 什么 我成门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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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宜便宜 你瞧瞧这个 玉池静德 我 这边是我 那边是谁啊 那边是秦叔宝啊 哦 我和秦叔宝 为陛下守门驱鬼的事情 已经成了典故了 你们要小心了 我守门里面坐的是大唐天子 你们坐在家里面让我守门 你们是什么人哪 玉池将军 里面坐的是大唐子民 你为千家万户守门 你这个门神守的可是大唐天下呀 好好好 走 好看啊 好 好看啊 好 好看啊 怎么样 好看 好看啊 真好看 来 来 好 来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 这天下是打下来的 大流武洲的时候 做了这个曲子 在民间流传 现在听起来 没有轻悦的忧悦 可是我的工业 是由武功而起的 演奏它 才是服忘本哪 陛下 神明英武 武 这文德 怎么可以配得上呢 以后就演奏秦王破真月好了 啊 以后 好 此言差矣 法天下要用武 治理天下要用文 你的意思是 文不如武 这 今年是庆祝贞观元年 啊 贞观要用文质 你 作为诱服业 说话太过分了 啊 陛下说得对 陛下说得对 对对对对 是 是 是 好 我 我 我自罚一杯 我登机的时候 就请你给我推荐贤财 可是到今天你一个也没推荐来 为什么呀 是啊 是啊 我怎么 不是臣不尽心尽力 可是到今天 你也没发现贤财啊 是吗 怎么会输呢 用人才是用他的长寿 我没听说过 只有上一代有人才 这一代一个也没有 你这不是侮辱一代人吗 你这样还能管理朝政吗 罪在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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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庆典 君臣共饮哪 君臣共饮 来来来来 来来来 君臣共饮 陛下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来来 干杯 来来来 请 你们来看看吧 来来来 中书令想给你看 他自然会给你看 不想给你看 你是看不到的 陛下 原来秦王府和天策府的 在陛下登基之后 虽然进入朝廷 开始掌管朝政 可是 像尚书令这一级 也就是左右仆叶 仍然由太上皇的这些老臣来掌握 应该说 我们还不能彻底地掌握朝政啊 说得对啊 这些老臣是跟不上新政的 但是这些老臣 都是太上皇亲自安排的 这也是他退位的条件之一 事情 已经过去半年多了 我们呢 也应该有所动作了 去年 我们解决了太子 齐王 他们那些人 现在已经是我们的人了 今年 今年 我们就要对付太上皇那帮老臣 你 吏不上书 朝廷 上上下下的官吏 都归你管 我们可以想想办法 做一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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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转换一下 然后转换一下 彻底掌握朝政 比如说 我 修改一下律法 武德律 虽然 比隋朝的皇律 宽简一些 但是 还是太复杂 我们来个 扇凡就简 做成 贞观律 好 怎么样 你 领着中书令 和大理少卿 修律 陛下 陛下 那 中书令 就是立律法的 大理少卿 就是审案 我怎么能 带领他们修律法呢 记住 我让你办的事 是大事情 只能成功 不许失败 武德律法 还是可以用的吧 主要现在我们事儿很多 那么 修订律法的事是不是 是不是以后再说 武德律 必须修改 第一 第一 要扇凡就简 容易执行 第二 真观要有真观的一套东西 你不能太聪明 不过你还差一点 你要是能修虑 就不止是礼部少书了 陛下 那马上 叫戴昼过来吧 陛下 那马上 叫戴昼过来吧 宣戴昼 是 这是早多少年前的事啊 陛下 你手怎么了 文书繁重 我看呢 你是写字的方法不对 你应该去请教一下于世南 楚亮的儿子 楚岁良 他的字也写得不错 是吗 哪天去看看 行 说正事 吴近 你跟他说 我 我怎么说 我重复一篇圣旨吗 直说 陛下 陛下刚才跟我说了 要 议论修订律法 武德律 是按照隋律来的 虽然宽简了很多 但是还是很麻烦 所以 要 再宽简一些 容易执行 陛下的意思 就是说 让我 来掌管 议论修订 从何下手呢 你整天审案子 你说呢 案律量行不是很难的事 只要律则详细 可是律则常常会有重复的地方 如果精简归纳重复的地方 就不会太繁琐了 你们都听着 法律 是给老百姓穿的衣服 太紧了不行 太松了也不行 所以 我让你们议论修订 宽简 老百姓要容易懂 官吏容易执行 而且一旦定下来 不要轻易改动 是 是 的 有 你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宽衣吧 走 王玄陵能看到我的心思 他说太上皇在朝廷里的势力留存不利于新朝 我也这么想 你说 如果我削卷封王们的权利和财富怎么下手 我削卷封王们的权利和财富